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55%的信件度依然很高 但是澳大利亚的亲美立场正在消退 屡次想要和东方大国改善关系 可惜对方不大力 澳大利亚表示美国正在孤立 德国方面也对特朗普的种种举动非常不满 称美国的所谓优先政策是非合作外交 同样指出美国正在走向孤立 表示美国作为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主导者 美国的所作所为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海啸 造成了严重的混乱 将会直接导致美国的影响力迅速缩小 日本一直是对美国毕恭毕敬的 即便安倍首相从两个领导人的宴会上加注卸听器 也不会对美国表现出不满 但目前善于隐忍的日本也表现出了极为不满的态度 日本官媒抄美国的做法 暂时了美国正在衰落的事实 争烂于些烂头 美国这个世界火车头开始浮晴了 在美国衰落之际碰上了一位海外和不守规矩的总统 美国实在是悲哀